這個搜尋的方法記得就是從Google的首頁進到Play商店 然後再輸入關鍵字去搜尋一下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常常其實之前我教過類似應用的課程 所以我會經常在裡面找找看應用程式裡面 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用的像4顆星以上的 然後使用觀看的那個狀況都還蠻好的 那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部分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我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放了一些東西 包含什麼東西呢?各位可以看 在我們的這個連結裡面 那因為我們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了 第二階段就是App部分 所以請各位點擊App 那裡面的話一樣 我會有相關的補充資料跟雲端白板 那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就會有第一個 因為將來我們會把網站 變成App需要註冊一個叫PhoneGap的一個帳號 那就是藉由這個網站 它可以幫助我怎麼樣 把一個網站資料夾的壓縮檔 變成一個 APK APK就是一個安裝程式 它可以讓你安裝在手機裡面 OK 那就是靠這個 PhoneGap的網站 它的網址就是這個 build.phonegap.com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等一下可以先 先去register一下 就是先註冊一個帳號 因為它一個帳號 可以幫你產生一個App 那你利用那個帳號 你就可以去產生 App了 OK 所以以後 你需要交給我的就是一個APK 就是一個安裝 一個可以安裝在手機的一個App 那流程的話 其實不複雜啦 就是它有三個選項 一個是free的 一個是一個月 9.99美金 大概是一個月300塊台幣左右 然後一個是Adobe的會員 那不過我想你們就應該選這個啦 如果你口袋很深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 OK 不過它的缺點是 只能產生一個 一個 就是 私有的那個App OK 那不過 其他的話 不然你就是 就是先建一個什麼 Adobe ID 然後我想註冊的方法 自己再摸索一下 應該不複雜 然後create一個ID 帳號密碼填上去 那就會有了 OK這個是第一個 請各位 自己再去註冊 那將來會 可能會傳上去 不過它只能產生一個 所以 以後如果說你產生一個之後 那你要產生第二個不行 怎麼辦 你要把舊的刪掉 再傳就可以 那怎麼做 這邊也有圖解 就是 已經做一個對不對 如果你比如說102已經做了 它佔用了怎麼辦呢 其實你把它刪掉 再傳106就可以了 就是說它有點是佔存就好了 102就不在 但是你自己要存檔 雲端上沒有 可是你自己有 所以如果你現在又要產生102 你再傳上去也OK啦 就是它只是一個暫時讓你產生一個而已 如果你覺得太麻煩沒關係 就是付點錢 OK 我自己都沒有註冊了 我自己都沒有註冊了 不過後來我發現 我就註冊了兩三個帳號 比較好了 也是嘛 你如果有10個的話 那你不就有10個 可以放10個App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自己再把它了解一下 如何刪掉 這個部分 第一階段就是 先註冊帳號 FoneGap的帳號 然後再刪除帳號 第二個就是說 102App 那我們將來要做一個102的App 完成的畫面就類似長這樣子 本來不是長這樣對不對 本來是一整個嘛 可是你不能說在 手機給它一整個 這樣使用者觀看非常不方便 所以你必須做出 上面這邊有沒有看到 123 這個叫做導覽列 你要必須給它一個導覽列 然後呢下面有一個List 就是 這個應該是什麼 一個清單 你要給一個 上面給導覽列 下面給一個清單 那可以用導覽列 也可以用清單 反正就是點進去就可以看到 他要的結果 頁面大概長這樣子 他就可以怎麼樣呢 跳到比如說 最新消息 這邊就有一個 最新消息 是新書登場 都可以了 反正就是先點進去 然後呢 你可以下一頁 他可以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反正一直cycle就對了 下一頁總共三頁 下一頁就是 第三頁 再下一頁回到第一頁 再下一頁 反正永遠都是在 下一頁 或者是什麼一個back back是什麼 上一頁 就回到剛剛 或者甚至最後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個home 有沒有 回首頁 這樣的話呢 不就可以 讓我們達到 怎麼樣 瀏覽一個資料的目的了 那有點像一本書 不過這一本書比較活 可以跳來跳去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 畫面就不一樣 而且長得 感覺會比較有質感一點點 那怎麼做 後面的話 會跟各位講 那基本上步驟 大概就是會有這幾個 等一下再跟各位陸續 講 OK 那這裡 第一個 畫面就好像給各位 這裡的話 在講義裡面 各位有時間可以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開發的方式 早期其實會有很多方法 但是會有個問題說 可能會用到什麼java 要寫程式 那這個可能對有些同學來說 會是一個障礙 所以 我們這種方式的話 它有個優點 就是說 不需要寫程式 也可以完成 那它的觀念 實際上就是用網站開發 把它轉成App 那底下有相關的 說明敘述 比較是屬於理論的部分 各位有時間 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自己看應該可以看得懂 那怎麼樣打造 那裡面當然 打造前面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可以先掠過 沒關係 這個地方可以掠過 這個地方 什麼SDK 這個地方可以暫時掠過 不用去做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不做 好像也可以做出 我們要的結果 那 我們需要的 就是說 怎麼樣在 Dreamweaver裡面 去做一些 我們要的 這個App 出來 那這邊有相關的 像模擬器 那不過模擬器 我覺得 也不用設定 因為我發現 那個設定 太複雜 還有這個 Fongive的登錄 除了說 可以在 我們 Dreamweaver裡面 登錄之外 也可以在網路上做 不過我發現 在網路上做 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這個有時候 從這邊登錄 經常是十次有九次失敗 所以這個 我想你們再試試看好了 這種登錄方法 如果你不從這邊登錄的話 你可以從網路上登錄 那網路上登錄的話 我剛剛講過那個網 網站有沒有 它叫build build.phonegap.com 那首先的話 build.phonegap phonegap 是打錯字 打錯了 應該是build 這邊打錯了 build OK build.phonegap.com 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第一個 如果你沒有帳號的話 你就怎麼樣 就是 去做 GET START一下 GET START之後的話 你就選擇 free的 記得選擇 然後 他會提供給你一個 如果你口袋深一點 你可以選這一個 我選這個 free的 OK 那再來的話 點進來之後呢 他會要你 這個 有一個 Adobe ID 如果你沒有的話 請你注意一下 GET 這邊點一下 剛剛同學好像點 就是點不進去 這邊有GET 那你就是什麼 先註冊一個 也就是說你一個 一個mail帳號 可以申請一個 Adobe ID 如果你有兩個email帳號 你就可以申請兩個 Adobe ID 那也就是說你一個 Adobe ID 就可以有一個 轉換App的 一個空間 所以如果你多注射幾個 好像 不過他應該是不希望你這樣做 OK 那比如說你已經 假設我申請了一個 那如果我要登錄的話 直接就登錄進來 因為我申請了好幾個 我用我主要的這一個 我登進來看看 然後這邊的話 把密碼打上去 然後Stay OK 打勾 打勾取消 OK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如果註冊好 我就可以登錄進來了 那登錄進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畫面 那目前裡面是空的 那以後呢 我們只要怎麼樣 這邊有一個Private 然後底下這邊就是我要 將來要上傳的 這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 網站 特別注意喔 這個網站 必須要先壓縮成一個 VIP檔 之後再傳上來 那傳上來之後呢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它可以幫你怎麼樣 可以幫你把 你的 網站 變成一個什麼呢 一個 App 那如果是Google的手機 它會是APK檔 APK 副檔名是APK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iPhone的話 它好像是什麼呢 IPA吧 它副檔名是IPA 我印象中好像沒錯是IPA 不過如果你要轉iPhone的話 iPhone 1 iPad可以用的 這個 App 你可能要先去 一樣到那個 App的網站上面去註冊一個 開發人員的帳號 才有辦法 那 那個 Google的就不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它將來也可以做出那個 iPhone iPad上面也可以用的App 沒有問題 這第一個 就是註冊帳號 以後的話我們就可以 開發上面就比較簡單 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把什麼呢 之前的那個 102的這個網站 變成一個App 那方法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在我的 簡報外面 一層 會有一個102的那個相關的畫面 那這個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要先 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 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名稱叫102APP好了 那這個102APP的資料夾 在放在哪裡 放在桌面上 目前存在嗎 目前是不存在的 所以請各位 先把練習檔 裡面也不是102 請你把它拖拉 複製過來好了 複製一個 把它改成102APP 本來是102 後面加一個APP就可以了 OK 好 那 以後呢 我們開發的話 本來裡面 本來是一個 Default 請你注意一下 以後 請你把這個先 砍掉 因為好像這個會干擾到 這個把它砍掉 砍掉 然後呢 以後 放進來的那個首頁 不能叫Default.htm 要叫 index.htm 不是Default 是index.htm 因為在 那個APP裡面 它會認的第一個畫面 就是index.htm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利用Dreamweaver 幫我們產生 我們要的這個網站 基本上主要的動作 大概就是 先 這樣子 然後下一步的話 就是再來 把相關的東西放上來 有點像是利用Dreamweaver 幫我把這個套餐 就是相關的東西放進來 然後轉換之後 就會達到我要的結果出來 那像後面有一些相關的畫面 我們等一下 再來逐步來跟各位做解說 比如說呢 剛剛看到那個畫面裡面 怎麼樣做出什麼呢 導覽列 可能比較有困難就是 上面的這個 導覽列 跟下面的list view 怎麼讓它產生 那第一步的話 我想各位先產生資料夾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 Dreamweaver的這個軟體打開來 那打開來之後的話 並且 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網站 那做法上跟前面的做法基本上都一樣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如何產生一個 可以互相跳來跳去的一個APP出來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嗯 好